大家好,歡迎收看明報530 今天是10月17日星期四 很多華人用戶的ITOBB 在他們的亞洲旅遊卡網頁上發出警告 叫大家提防編徒 去完中國大陸回來多倫多幾個月的陳小姐 親身和535的朋友說說她幾乎上當的經歷 這輪的里斯特均污染好像很嚴重 食物衛生部又宣布有一個牌子的果凍火腿要回收 大家要小心點 有些人真是不懂死 為了駁網上威 連命都用來教飛 有個40歲的男人 在Highway開電單車開到時速250 玩自拍 然後放上網 這些行為 不止會累死自己 玩手還累死其他人 幸好被警察抓了 這輪的里斯特均好像很嚴重 加拿大食品檢驗局又宣布 要回收在安省銷售的Wagoners啫喱火腿 因為它可能存在里斯特均污染 這支啫喱火腿的最佳食用日期是2014年12月28日 食檢局表示 被召回的產品可能會通過切片、切塊或以小包裝形式出售 標籤上可能是沒有相同的品牌、產品名稱或是最佳食用日期 這樣說法大家為求安全都似乎應該先忍一下口 不要吃些啫喱火腿著 食檢局說 受到里斯特均污染的食品可能看起來或是聞起來並沒有變質 但食用後會令人感到不惜 所以任何購買了受影響產品的人 應該將食物丟掉它或聯繫他們幫襯的零售商 我是瓦佳淨水米高超 飲用清潔水 可以加速身體的新陳代謝 排除毒素 記得飲足夠和乾淨的水 首選一定是瓦佳淨水 人為財死可以說他貪錢 但人為了自拍而死 就真是不知道為甚麼 你猜在社交媒體騙多幾個like 就真是可以名流清市嗎 尤其是他的行為 可能會影響其他人的安全 安紗布囤斯的電單車手 拿著他的那輛2014年 Yahama R6電單車 以時速超過250公里 在大多人多地區的高速公路上 自拍特技駕駛的視頻 搞到要兩個警區的警察合作才抓到他 現在約克區警方 控告他包括特技駕駛 和危險駕駛在內的超過30項罪名 而他的電單車就被警方扣押 這個電單車手 是現年40歲的布囤斯居民哈寧頓 他玩完接拍後 還將一段片放上網 害怕死人不知道他超速 不過這樣 不放上網又怎麼威威呢 但威威後後 後果就是被警察抓 約克區警方在社交媒體上發貼說 為了社交媒體表演 不是危險駕駛的藉口 現在哈林頓可能面臨最高罰款1萬元 終身被吊銷駕駛執照 或是6個月的監禁 如果電業上周面稅日反映熱烈 決定由即日起 特選部分電器和OpenBox電器 繼續面稅 數量有限 肉購重速 如果電話 416-754-3860 好多華人用戶的iTalk BB 最近在他們的港、澳、日、韓、 東南亞旅遊卡網頁上發警告 說最近收到有用戶的反規 一些騙子 透過特殊的方式 冒充是他們公司的電話 通知客戶 說他們註冊的號碼 食鹽詐騙 將會被暫停 並且要承擔法律責任 藉此 令到他們的客戶 洩露個人資料和財產 最近 曾經向iTalk BB作出反規的 陳小姐和530說 她去完大陸回到來 就遇到這件事 除了通知iTalk BB之外 還想以親身的經歷 提醒大家留意 住在多倫多市的陳小姐 本身是iTalk BB的家居電話服務的用戶 今晚下週 她收到一個內電顯示 iTalk BB的電話 她一向很警惕 她不會隨便接聽陌生人的電話 但是因為顯示出iTalk BB 她擔心iTalk BB有急事要找她 於是她就聽錯了 對方說 有人在10月初 用她的名字 在福建泉州 註冊了一個手提電話後 電話號碼是 647-508-500-500 電話被擊掛後 這個電話號碼 向外發出了880個短訊 叫人捐錢 由於iTalk BB接到投訴 所以就主動聯絡 陳小姐 叫她停止這些騷擾行為 陳小姐跟對方說 她從來沒有登記過一個這樣的電話號碼 就叫對方 停用了這個電話號碼 誰知 在電話裡的那個對方就說 這樣不行的 還說 如果陳小姐兩個小時之內 解決不了這件事 加拿大廣播和電訊管理委員會 就會取消了她原本有的手機號碼 對方這樣說 令到陳小姐開始擔心 因為她今年4月曾經去過中國雲南 廣州和深圳旅遊 她入住酒店時 護照曾經被職員覆印 自己也被人拍過照 所以她懷疑自己的個人資料 在這個時候外洩了 陳小姐在電話跟對方說 她說我收了線後 我會向多倫多警方報案 不過對方就跟她說 由於這件事發生在中國 向加拿大報案 沒有用的 一定要向中國公安報案 其後更加將她的電話轉接 駁到一個所謂 專責處理網上刑事罪案的部門處理 由於陳小姐覺得對方好像很認真處理這件事 所以她也開始相信對方 直到對方一句說話 陳小姐 立刻知道 事由QK 她後來跟著 接下來這段說話 我就有懷疑了 她說 我們電話說都不是那麼實在的 都不是說實際可以立刻跟你做的 因為實際都是電話 我又沒見過你的人 她當時就說要跟我視障報案 要做了視障報案 才可以正式立案 跟我做這件事 跟著去到泉州那裡 International Airport 那裡查一下 究竟哪一個人 Tick up 了我的信用卡 我說OK 市長 我要怎樣視障 WeChat 可不可以 WeChat 我說我有WeChat 她說不可以 她說要我 下載一個App 她說了那個App 她說果如 我的果如又不太好 所以我不回應到什麼App 我馬上就警告到 這個時候 陳小姐甚至不妙 她開始推傲對方 說自己的手機沒有流量 不可以跟對方視頻通話 這個時候 對方就開始顯得有些心急 她就要求陳小姐 去到附近 可以提供免費無線上網的地方 跟她視像通話 甚至建議她 一邊開車 一邊繼續大家講電話 陳小姐再三拒絕 最後 陳小姐 詐詐詐詐詐詐詐 兩個小時後 會打電話給對方 但實際上 陳小姐回到家 立刻就致電 當日幫她開帳戶的 ITOP BB服務員查詢 簡直告訴她這件事 這件事 你不用理會 電話詐騙來的 電話詐騙來的 那就收了線 收了線之後 我還是覺得安心 因為我實在想上我 她們上我的 profile 看看有沒有 這一個 新的電話 加到我 陳小姐 於是就打電話 去ITOP BB的總行查詢 她們都有告訴我 她們知道有些這樣的事 那個shelphle number 她根本都告訴我 說你加你的電話 是不是多少號 多少號 我說是 跟著她就說 這件事 沒有在你的profile 你的profile 只有你的家居電話 我就安心一點 受善之後 陳小姐確認之前 是一個雜騙電話 到了昨天下午3點50分 對方有膽 果然再來電 陳小姐就告訴對方 已經在多倫多報了案 也已經聯絡了ITOP BB 對方明顯就有些惡言 然後她就說 好了 好了 那就收了線了 整件事 陳小姐說得很清楚 希望大家小心 尤其是現在的騙徒 會騙你跟她視像通話 然後 他們會錄下過程 再經過AI技術處理 就會向你的親戚朋友 發送來騙錢 甚至 會用你的樣子 去做其他的犯罪行為 所以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我是RD Uptown總裁 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 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安省的一些教育局 久不久就會新窮 或資源不夠 要咳這樣咳那樣 影響教學 新窮的教育局 看來應該要學一下安省 這個天主教教育局 他們沒有資源不夠的問題不再說 還有錢 被四名教委 今年7月 飛去意大利 為一家正在 Brandford興建的新高中 買了價值10萬元的藝術品 而四個人去了一個星期 連機票吃粟 總共又用了納粹人給這家教育局的 4萬5千元經費 這個天主教教育局的主席 佩德雷拉說 陳設宗教藝術品 是將全新的聖帕德里皮奧中學 打造成教育局的旗艦學校計劃的一部分 這些藝術品包括了真人大小 手繪的聖帕德里皮奧 和聖母瑪利亞的木質雕像 一個大型十字架 和刻畫十字架 14站的雕塑 他們將被放置在聖帕德里皮奧中學的教堂 這家正在此施工的高中 是位於Brandford的Powerline路上 將於2026年9月投入使用 聖明教委還賣了 教宗方濟國的半身像 用來放置在全新的 教宗方濟國小學中 另一間位於Caledonia的小學 將於2025年9月投入使用 教育局的主席佩德雷拉 可以如數加真地說得那麼清楚 是因為他是去意大利四個人中的其中一個 他和另外三個教委 今年7月 飛去意大利北邊的南蒂萊爾 這個地區自16世紀以來 以製作宗教藝術品而文明 他們在當地逗留了一周 同工匠會面並委託製作藝術品 佩德雷拉說 在沒有親眼目睹前 教育局是不會交出一分錢 因為這個涉及一大筆錢 我們想確保密有所值 他還說 因為購買的藝術品數量更多 教育局能夠通過談判 獲得更好的價格 說你看一下 這個教育局真是資慳識見 佩德雷拉還強調說 教育局良好的財務狀況 是他們去歐洲購買到 一模一樣的藝術品的主要原因 這個天主教教育局 在2024到2025學年度的 營運預算總額是 1億8千萬元 其中就包括了 3,300萬元的累積盈餘 購買藝術品的資金 是來自盈餘 而四名教委去意大利的 旅遊開支 是來自教委籌金和開支 利筆資金通常是用於旅行 和其他和教委相關的開支 有3,000多萬盈餘 用4萬多元 4人去趟意大利 賣10萬8萬藝術品 放在新校舍 十十歲啦 成興海味在加拿大海味界 忠誠可靠 信譽超駐 標榜名碼實價 貨真價實 跟兩實足 用心轉材 嚴控品質 同顧客建立 長期良好互信關係 成興海味是最專業的海味深容食菜店 成興海味遍布各大華人商場 七天營業 查詢電話 416-298-1211 投票的方式有很多種 有網上投票 游遞投票 提前投票 親身投票 還有一種 叫做用腳投票 有4位現任聯邦自由黨內閣部長 會在今屆任期滿了之後 不再參選下一次聯邦大選 其中 安省南部聯邦經濟事務發展部長塔西 今日已作出正式宣布 這些部長的決定 會促使總理杜魯多再次改造內閣 不過 具體的日期暫時未確定 據高級的政府消息人士說 這個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內進行 塔西在他的社交媒體上發布 兩頁的聲明是如此寫的 我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 是非常個人化 是時候和家人在一起 來家近一點 這是一個苦中帶甜的決定 他在社交媒體發布的聲明裏說 他仍然相信 杜魯多的領導能力 並計劃繼續擔任國會議員 直到下次大選 即是說 他不會中途挑選 據說 最少還有三位內閣部長計劃不再參選 包括了 體育部長 跨爾特羅 國家稅務部長 比薄 和北方事務部長 曼德爾 這個消息的曝光 剛剛就是外傳 杜魯多黨團裏 不滿他的情緒 現在正在加劇 多位消息人士都說 一群自由黨議員 會計劃在下星期三的黨團會議上 要求杜魯多放棄黨令的職位 但是 杜魯多一直到現在 都堅稱 他是計劃繼續擔任自由黨的黨魁 有個公益廣告是這麼說的 當你以為你一定是贏的時候 你已經陷入了失控 運氣 你無法控制 行為 你可以自決 自控 自省 才是贏家 這個廣告 不知道杜魯多又沒有聽過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2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17度 大多倫多地區 明天的普通無源氣候價格無聲跌 維持在每公升152.9 24歲 內地女子 持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假學歷 前年入到港大金融碩士課程 她今天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 為取得入境證 而安排作出虛假陳述罪 判囚17週 邊方求情指 被告沒有主動製作假學歷 僅由父母找中介機構安排 以掩耳盜鈴的方式入學 裁判官指 案件性質嚴重 法庭要向公眾傳達信息 任何人不能嘗試門天過海 從上海撐達大學畢業的被告 24歲 於2022年入到港大金融碩士課程 本案揭發後被停學 裁判官曾中堯判刑指 本案判監無可避免以27個星期為良刑起點 被告認罪減至18個星期 考慮個人背景 卻情減至17個星期 被告還押日數已多於刑期 料即日獲釋 辯方求情指 被告認罪可節省時間 控方不必前往美國取證 辯方情信被告父母的求情信 父親子被告在內地成長 家庭經濟背景良好 原本生活無憂無慮 在內地大學成績不錯 希望來港讀書成才 父親提及被告經父母 找中介機構安排入學 不是自製假文件 僅遷著文件不許情況 父母感到內疚 財政司長陳茂波今日出席 施政報告記者會表示 施政報告宣布提升住宅物業 罪公案揭成數至7成等措施時 以考慮一籃子因素 包括樓價走勢 成交量 未來住宅供應 本地和外圍的環境等 又指調低裂酒稅 參考取消紅酒稅的經驗 取消後市民飲酒量初升後跌 政府會密切留意措施 陳茂波認為 現時銀行的體系穩定 按揭服務貸款的風險 也得到妥善的管理 有空間將措施回復到2009年前的水平 以減低對市民正常樓宇買賣的影響 又稱本港的銀行體系有充裕的緩衝 能應對樓價調整 陳茂波又指 本港樓市今年大部分時間表現較疲弱 隨著美國9月減息 香港也開始減息 樓價有回穩的跡漲 交投量也稍為回暖 本地的股票市場 至9月下旬有顯著的改善 估計今年餘下時間的整體經濟會繼續增長 對於調低烈酒稅 陳茂波指 當年取消紅酒稅後 紅酒進口價值升超過300% 但銷量只是增加雙為數 市民飲酒最初增加 但後來回落 甚至個別年份出現負增長 去年人均飲酒量 和取消紅酒稅當年相約 所以會繼續密切留意實施情況 在中間位置 我們先看前面大會攝影師鏡頭 好嗎 我們先看中間大會鏡頭 張麻煩Jeffrey 好 接著我們看右邊 大家都看得出我散發了一種優雅的氣息 對 真的 還有我都差不多 八年歷史的四分之一 我自己都OK的 我覺得是很配合這個品牌 我都OK的 現在的胸肌都差不多 二傳半腦 所以現在都勤力再配合一點 那就是 為什麼要這樣試? 因為接下來 年尾要拍一套動作片 所以自己 身形上都很想有要求一點 很多打鬥 對 很多打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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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己都要訓練好那個動作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困難 可能就是拉筋 因為你要踢得漂亮 其實真的 不是那個力度 因為力度其實你的鏡頭感覺不到 但是你最重要是動作夠大 那就是會在拉筋上面要花多一點點功夫去做 很久沒有拉筋 一字馬都可以嗎 一字馬 半字馬都可以 哈哈哈哈 那麼少 半字馬是OK的 一字馬就 一字馬就真的是 很糟糕 對呀 半字馬 不是 你知道那次 那次大眼那些 五弓彈是OK的 我試過可以 五弓彈 我有一次試過 給師傅幫我拉筋 那我就半字馬 他就兩雙腳去撐起我 再拉起我的手 哇 那個經歷是訓練 再一次踢開你 是辛苦過訓練所有動作 那個拉筋過程是 真是精彩 通常他問我行不行 但我聽到一聲 但是都OK的 平時拉筋 就是個人比較穩定 是 不是 我們兩個都有點佛系 佛系 佛系 我們計劃分禮 意思是我們 有一點點推一步 走一步 走一步 推一步 但是 過程愈快 下年 我們訂了下年 所以訂了日期 已經是很大的一步 哈哈 下年年中 對呀 還有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還很佛系 我們都想家人 盡量 越多家人 加入越好 所以都是香港 沒那麼快的 哈哈 不過煮飯 有時偶爾也會煮一下 這樣 是 是 吃不吃 都 呃 不地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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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你給你很出身 我都煮到 中式都 每樣的顏色 少許 對呀 中式也會少許 是 不過 吃飯也很重要的 如果你煮得好吃 他就會經常回來吃 我知道的 煮湯 煮湯也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我要學煮湯 對呀 不急了 你不會見到 雙喜臨門的狀態 你看我們花了這麼久 一定不會雙喜臨門 先 還沒 還沒 哈哈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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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別